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爷 大爷您没事吧 我扶您起来 就差那么一点点 对不起啊 大爷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要不是我反应快 我现在就没命了 是是是 大爷 那个 不会开车就别叫他出来 我这儿我这儿有点信心 大爷您拿着 您拿着看这个 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啊 只会我一会儿帮您扶起来啊 娜娜 娜娜你怎么了 娜娜 娜娜你怎么了 娜娜 娜娜你怎么了 娜娜 不是你 不是我还有谁啊 你发烧了 稍微休息 回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你管 你走 你走 夏琳娜 你看看你自己 哪里还像个女人的样子 每天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 地球没了你朝阳转 生病了就应该好好休息 知道吗 花老钱我再说一遍 我就是死了都跟你没关系 你跟我走 走 我疼 我答应过你爸爸 要一辈子照顾你 就算我们分手了也一样 只要还没有人能够替代我的位置 我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我不想看见你 我不想看见你 你 我感写我 我感写你 都不想看你 要不要你 他在命中 带你 我感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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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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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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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m Ring 观看看 拜拜 这么快就送来了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九百八 好 麻烦送到总经理办公室 好吗 谢谢 一瓦 带他们去 好的 这边请 干什么呢 赶上伙食了 谁点这么贵东西 娜娜呀 不是娜娜点的 是皮特点的 皮特 对 那假扬鬼子来了 他一定说娜娜病了 就命令我买这些东西 高级酒店的付费就一百多呀 你这是什么 这是 这个 这个叫断魂汤 是我跟那假扬鬼子的见面礼 把这些先吃掉 再谈工作 皮特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 我是你的上级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好 你是我的上级 也希望你自己记住了 娜娜 进去办公室不知道先敲门吗 不好意思啊 是你 是我 你没认识啊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大老板吗 谁不认识啊 娜娜 娜娜 你的病刚好 我特地给你熬了点小米粥 不要直接油腻的 喝点清淡的 吃完我再来收了 哎呀 不用带手了 这儿有 喝喝 那 没什么事我出去了啊 出去吧 喂 等等 还有事 昨天你是不是把我手机给摔回去了 这么大事你说我怎么忘了呢 昨天你走的机 我就顺手给你穿上来 还给你充满垫 给 出去吧 好 那我走了 拜拜大老板 给你们把味带上啊 你和他的关系 已仅限于上级和下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的视频里见过他 见过他 怎么可能 戴安娜 我们应该正确的 皮特 现在是在中国 如果你不想引起大家反感的话 最好说中文 我已经让你反感了吗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在公司里做什么 他就是一个打杂的 立即自推他 皮特 我希望你不要把个人的感情 带到工作里面来 黄耀强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我为什么要辞退他呢 我和他的关系和你一样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对不起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一会儿再向您汇报 好 老板 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把这些吃掉 得是你用不住 你拿它干什么 你还要喝吗 就要哪里面就放下枪 就要哪里面就放下枪 你能不能说中文吗 好 听说你是这里打杂的 办公室行政助理 风达集团全球几十间公司 还没有办公室助理 你这样一个部分 没有 也不代表没用 好 既然你是这里打杂的 行政助理 好 行政助理 那么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 替Dana将这童女的东西 倒掉 这是Dana的意思 那我就问她一下 风达集团的规则 未经上级许可 不得擅自创入办公室 Dana在办公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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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